这一个课时呢给大家介绍一下OpenGR全屏反锯齿的一个应用 那么它呢也是属于OpenGR扩展的一个应用 那么在前面的课时呢我们做过这个点线和面的平滑处理 那么可以针对点线面单独的开启平滑处理 那么在这节课呢我们在OpenGR环境初始化的时候 就将这个事情做完而不需要后面做任何处理 那默认的我们开启的全屏反锯齿对任何物体都生效 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全屏反锯齿呢它要用到OpenGR扩展的一些内容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支撑了这个扩展 所以呢用起来就很简单 那我这里面封装了一个函数叫SetupMartizample 就建立多采样 那么首先呢做一个判断叫WGRTools PencilsFormatARB 看看这个函数是否等于0 如果等于0说明它不支持全屏反锯齿 否则它是否则它是支持的 下面呢声明了一个属性列表 属性列表有这么几个 Jaw,2window,Support,OpenGR,ExcellentARB,Full,Excellent,还有Colorbed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 那最重要的在这儿 下面这两项 第一个是支持多采样 那么多采样就是我们说的反锯齿 第二个这个采样的频率频度四倍采样 这个那么也有八倍十六倍三十二倍 这种采样也有很多 那么默认的建立四倍采样 0,0,结束 那么然后呢 我们调用这个函数 W,J,Truth,Penthus,Format,ARB 它呢 返回值 这个 返回一个像素格式 这个呢 就是它一个支持我们需要给它的这个属性的一个什么呢 所以 这个是反过的所以 同时 如果这个值不为0 说明这个所以成功了 同时返回这个个数大于0 大于1 也成功了 这个呢 就是它返回的一个格式 就像我们在这里 ChoosePenthus,Format一样的 这个呢 是调Windows的API 而这个呢 是调OpenJr扩展的API 主要目的就是得到这样一个格式串 一个索引 这是个数字索引 那么接下来我们在SiteUp的时候 就不再用这个了 不再用我们用ChoosePenthus,Format的获取到这个索引 而用谁呢 而用我们 WJr ChoosePenthus,Format的ARB 也就是Windows扩展函数得到的这个索引 下面做了另外一个判断 说如果这个值失败了 那么我们把这个值第19个改成2 再实验 就两倍反矩值 看值不支持 如果不支持到就返回0了 这个呢 就是反矩值的一个支持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OpenJr扩展也有不方便的地方 因为我们在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必须 我们在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必须已经创建起来OpenJr上下文了 那这个呢 就会有个问题 因为我们只有走完这以后 才能再调下面的函数路去设置反矩值 那么这会儿的话 我们这个像素格式都已经建立了 就没有办法再去给它二次建立 所以这个呢 我们需要用的时候 这里有些限制啊 那么当然我们可以先查询 看它值不支持 那比如说 我这儿做一个叫Format 等于 我们看一下这个返回值是多少 那我们看 调用这个函数 它会得到一个所以 F10 大概 这个失败了 那原因在这儿 我们拖上去看见为什么失败了啊 这个为空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调用的位置呢 不对 我们应该在哪里呢 在初始化完这个Grew以后 再做这件事 那么当然我可以在这儿 Grewinit 再调用 那么我们在其他的地方 好像也做了这件事 也就在这个函数里面 我们把这个去掉吧 否则掉重复了 在这里面 在 因为我们这个Grew 目的是为了获取扩展函数的 所以要先初始化它 跟进去 好 这里面我们看返回值为一 也就是我们给的这个属性 要求的属性 在OpenGRJ里面找到一个跟我们这个属性相匹配的格式串 就这个 反位值多少呢 32 这个值就是我们要的 得到这个32以后 那么下一次 我在创建OpenGR的时候 在这里面 他注意看 就不需要再用这个了 直接给谁呢 给这个32 就可以了 再连续运行 大家看 现在是不是 已经有反锯齿效果了 都没有锯齿了 这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 全局 全平反锯齿 那么我们这样做呢 它是有些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样做 这个值在不同的环境下 它是不一样的 那么怎样才能够 不需要用一次计算 就来获取呢 那就需要我们多次 我在这里之前 到这之前 我们已经创建了OpenGR环境 怎么办呢 我应该把环境给销毁掉 在这儿干什么呢 销毁环境 撒当 撒当里面 我们只是销毁OpenGR的环境 这里面 这一块啊 这会儿呢 就销毁了我们 OpenGR的环境 然后删除我们的RC 那么再接下来 我们再重新干什么呢 做这么一件事 看看可不可以呢 在这儿 我们创建提供分件环境以后 得到一个销毁 然后再走 那么这里面 接下来我还要做这同样的内容 是不是啊 这个一样的 得到我们一个缩影 这个就是格式串的缩影 然后我们销毁当前的 OpenGR上下文 然后再重新建立这个格式 再建立2C 然后再make 这样就达到了我们这个效果 好 那么这一节课呢 就是我们做的全屏反句齿的一个介绍 我们做的全屏反应 感谢观看